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被问到小孩不发一语 但吉思汉八号前往投案 在陈信仁妻告知他怀孕五个月 会寄小孩照片给他后 吉思汉就决定要和对方亡命天涯 只是讽刺的是看到媒体报道 他才知道竟成了小王大喊是被骗了 陈信仁妻因为怀孕 获一万五千元交保 有孕在深圈明目张胆 开着丈夫的车帮男友逃亡 彭信草帝也找来前任女友 开着现任男友的车来劫球 而最后投案的李姓女子只认识曾姓女子 投案时后悔说自己是物交损友 吉思汉遭到裁定直接入肩 彭男准压境界 被戏称是史上最穷的劫穷团 终究难逃一劫 咱们张浩一红一婷新出报道